任天要地道 走廊的裝飾左搖右晃 美麗的校園慘遭蹂令 辦公室物品椅子全倒下 就連電腦主機也摔下地面 直接當場解體 這邊是上次那個 0403地震的快調的影片 這邊兩台主機都倒 然後那邊的主機也有倒 就是都倒的 學校外牆多處軍列 磚塊剝落為了確保 孩子安全都先圍上 縫鎖線花蓮水林國小 就在鎮陽附近 災損隨處可見 對於師生們來說 心裡都是煎熬 雖然害怕 但防災演練沒白學 一停到廣播 學生拿著書排列整齊 趕緊到操場集合 花崗國中狀況同樣慘兮兮 東西倒了倒壞的壞磁磚破一個洞 裂出一條縫 感覺隨時會針片脫落 雖然都有受損狀況 但不影響上學 新一國小也很嚴重 操場中央出現長長的裂縫 只能先在危險區域 放上三角錐警戒 我們會到學校去獻看 各個學校的災損的情形 然後做一個申報 統計0403地震有88校受損 23號又新增31所學校 損失大約858萬 不斷的餘震要恢復 校園還給孩子們安全的上學環境 都得面臨重重難關 TVBS新聞高中研身份華聯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